這件事是指我校服的長衣服 長衣服是很欺負人穿的 有些同學是發育特別漂亮的 一穿的衣服就漂亮 一照鏡頭就說要穿水桶 為何跟她一樣 是不開心的 然後又會有人笑 你自己戴水桶 水糖 每個女生的發育不一樣 有些人比較大胸 有些人比較小胸 很快就會被取消 小時候 我最不喜歡的是 整桌的菜 吃剩一塊 你吃完吧 你都不夠了 誰告訴你我不夠 我飽吐 你為何決定我不夠 就是因為你胖 而且肥胖 你穿那麼多衣服 你都不怕冷 但我想告訴你 脂肪是不保暖的 夠膽死肥到200磅 才減肥 然後逃避不到身體健康的問題 膝蓋真的痛 那一刻我發現 其實我不太喜歡自己 賤肉橫生 肥胖和賤肉橫生是不同的 有些位置 你不應該那麼… 形狀不漂亮 我是不喜歡的 我會設定一個界線給自己 我不可以再給自己縱容 自己去到200磅 我最不喜歡的位置 但我也不會迫自己 一定要到達一個點才滿意 我從那時160磅 減到130磅 我覺得自己很妙條 最重要是自己很靈活 因為你做運動和健康飲食 你才會發現 你平時的油鹽糖是怎樣影響你 你平時的暖食食和零食 那樣東西是令到你的身體幾不好 而且你不做運動 是令到你的血液循環是有幾慢 奉勸所有想減肥的女生一句 你真的不要戒掉一些你喜歡吃的東西 因為犧牲是不會持久的 你會否覺得自己的內臟和外在 終於是連結 終於我的內心是開心的 是美麗的 我的樣子終於都浮現出來 真是很老套地說 心情健康和你人的情緒平穩 是最美的 我沒有認錯 你會說 也許你會想 progress 誰比較做的 我又說 你好 你不怕 你能和我 你不怕